最近大家都暖痒痒了 暖了之后有一个特性 就是这个嗓子呀 像吞刀片一样疼 哪怕喝口水都是刺痛的 而且吃啥也没有味道了 我也是经历了 可以试试这个法子 准备三个雪梨 里面加入清水 放入一勺食盐 用食盐把梨皮表面的蜡质搓洗一下 因为我们是带皮吃的 所以尽量搓洗得干净一些 洗好以后先备用 准备一个空碗里面 放入一丢丢的银耳 加入清水 把银耳泡发一下 梨子洗干净以后 把梨的顶部切下来 再用刀子把梨盒取出来 用勺子把里面掏干净 准备一小段萝卜 把萝卜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厚片 再切成树条 然后切成小方丁 取上几块白萝卜丁 放入梨子里面 再放入两个构旗 一片红枣 半勺红糖 再加入清水 然后把盖子盖上 另外在梨子里面 放入银耳 两个构旗 一片红枣 两块冰糖 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 第三个梨子里面 放入几粒花椒 两块冰糖 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 接下来把每一个梨子 放入小碗里 盖上盖子 上汤之后蒸30分钟 时间到了 直接可以打开盖子 这样我们的梨子就蒸好了 里面放入白萝卜的 这个梨子呢 喝着非常舒服 里面的汤汁清甜 喝着有一种绵绵的舒服感 如果这两天 嗓子像吞刀片一样疼痛难忍 可以试一下花椒的这一碗 清测可以得以缓解 如果这几天口腔里有苦味 吃什么也没有味道 可以试试这一碗 喝了之后 嗓子也会舒服很多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赶紧收藏起来失缩吧 今天就到这儿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